郑秦文又赢了,在五网半决赛,他与王兴渝的中国得比2比0轻忠过关 两盘比分分别是6比3和6比4 而郑秦文晋级五网决赛之后,他还斩获了高达219万元的奖金 以及650分的冠军积分,可谓是双喜临门 在北京时间10月13日下午17点,郑秦文将云南与萨巴伦卡的终极对决 他将冲击WTA1000赛事首座冠军 中国堪称郑秦文的福地,在中网和五网的两战WTA1000赛事 郑秦文均刷新职业生涯最好成绩 在中网,郑秦文历史首次闯入四强,收获390分的积分和228万元的奖金 而五网,郑秦文在自己的家门口再一次将成绩提升到决赛的高度 并收获210万元的奖金和650分的积分 郑秦文也成为首位闯入五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 李娜之后第二位闯入WTA1000赛决赛的中国选手 可以说2024年的郑秦文可以用飞输进步来行走 接下来他还将与萨巴伦卡争夺五网冠军 继续追求职业生涯最好成绩 从郑秦文和萨巴伦卡在今年的交战成绩 以及中网五网两战比赛的表现来看 郑秦文虽然两次面对萨巴伦卡,两次都以0比2的比分输给对手 但是这一次的五网决赛,郑秦文还是有两大优势 第一个优势,郑秦文在体能上更有优势 萨巴伦卡与高福的半决赛两人熬战三盘才艰难决出胜负 这场比赛高福的频繁调动和短线球让萨巴伦卡的消耗非常大 而反观郑秦文,他与王兴瑜的比赛只打了两盘 比赛结束也才9点多,郑秦文的体能并未消耗太多 郑秦文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体能储备丰富,移动速度快 与萨巴伦卡的决赛,郑秦文如果能够将比赛拖入第三盘 那么他获胜的概率将会更大一些 因为从WTA的统计数据来看 郑秦文打三盘比赛的获胜率高居世界第一名 郑秦文在今年一共赢下18次打三盘的比赛 在2比1击败意大利选手保利尼之后 郑秦文在三盘比赛中更是已经好起十年胜 第二个优势,主场球迷对郑秦文的支持 郑秦文能在中网和无网不断刷新职业生涯最好成绩 其实跟球迷们的支持和鼓励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也看到郑秦文在每场比赛结束之后 第一时间做的就是感谢支持他的球迷 在击败王兴瑜晋级决赛之后 郑秦文也坦元 在我与外国选手打比赛的时候 球迷们都是一边倒的支持我 这让我很感动,打比赛也很有动力 此外,萨巴伦卡在无网已经拿到了两座冠军 而郑秦文则是冲击手冠 在对冠军的渴望方面 郑秦文显然要比萨巴伦卡更加强烈一些 这种强烈的愿望必然会激励 郑秦文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来 好 好 谢谢大家